台南市岗田区的悬崖今年是大风修 不过因为缺水的关系 更是开始是较少 为了要安定悬崖的保障期 岗田区农会提提農民 开始提供洪质悬崖悬崖的博物 并且用一台金$85的加工费用 提供给农民 看到一粮 又一粮饮食八末的悬崖 看起来是真好吃 这是围在岗田桌上悬崖市 每年到这时就很努力 在经过农民标识 今年岗田区悬崖的收心量是真好 不过萨盈不缺水 地水更是是较少 不过这也会影响悬崖的口感 年是很风修 但是没有河水悬崖悬崖 所以介绍很买 第一种是爱门 爱门比较香 所以人比较容易 比较喜欢爱门 另外一种就是像黑香也不错 它就有香味 我会教它 岗田区农会为了帮助农民 可以营党悬崖的保存期 每年都会提供行悬崖的博物 已经农会加工服务也已经开始 第一天就有很多农民 拿到下好的悬崖 全都跟着手 未来每一天 农会都有替农民来服务 今年的芒果产量比去年略增 因此农会启动了加工的机制 协助农民代工烘烤芒果干 由于这几年的油价 店价及人事成本都逐渐的上升 但是农会这边仍然决定 将那个代工的费用动涨 希望能够体恤农民 协助农民在这个芒果产季里面 能有不错的效益 农会也提醒大家 如果要来逛选我的农民 一定要在拜一、拜三、拜五 去年后买牌 欢迎有的漂亮的农民 是全都领处 去这中央农会的农会 采红薄的